地圖是補夢王,左上角紅色是HES 地圖右下角藍色蟲竹是SAN 我等一下那個HES那個C流又要講話 SAN要放戰術耶,我跟你講SAN等等就衝動 然後HES這場就沒有下VS我跟你講 來了來了 好,看到裸霜 哇,這是裸山耶 SAN直接裸山喔 這個HES看在眼裡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SAN的第一視角到底退化了多少 好,這個HES看在眼裡 F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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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黑石這場 還是一樣下PS 哇 還卡這裡 哇 被撈歪啦 這個手這兩隻先 教室對不對 要有八條狗 你要有八條狗才比較好手 八條以下要手都很容易受傷 好 這邊是轉VC 升了教室的攻速 這樣沒意外的話 等等黑石應該是開三礦之後 會有一波教室的壓制 然後再轉成不休者白球中組合 是一個比較傳統一點的營運方法 就傳統啊 就是現在的 現在的一種營運的套路 有可能黑石等等把兵補起來 等等直接用教室去漂 但我覺得他比較有可能就是 打我剛剛講的那種就是 一開始就是刷大概八九隻教室吧 然後去騷擾一下 然後出不休者白球 開三框 把三框開起來 把這東西都放在一起 待機關檢查時 還可以打開 一開始就好 還可以去哪裏 可以? 要把東西都放在一起 可以放鬆 或是用嗎? 好 角色還多 拍門角色想要繞旁邊過去 結果被看到 他家裡是兩個VR的出不休者 這邊Sam感覺沒有打出什麼他想打的東西 他剛說他有戰術 目前是看不出來有什麼戰術 完蛋了 要死了 掰掰囉 唉唷 這個刺蛇即時出來啊 太極限了吧 哇 不貴是Sam啊 這個刺蛇在最後一刻蹦出來了 這麼久沒打的Sam 對 還是可以這麼極限 到底是他的實力堅強 還是運氣好呢 來 來來來要來了 這一波以前很強現在很弱啊 哇 真的是衝動耶 可是他衝動要衝動到哪 這衝動意義不明啊 哇 喔有洞有洞 哇這個立場 超多洞了 哇有機會喔這個 哇 哇電池即時好了 哇電池即時好了 87 剩下87人狗 哇 吸掉了 衝動耶 衝動耶 戰術 說好的戰術 要來要開衝動了 哇 哇 吃飯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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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